我是秦伟平 我在美国华盛顿为你评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评论 我是秦伟平 现在我在台湾的第百院第八五年大楼 这样子我们今天会去探访第八委员李军毅先生 然后会就台湾的一些民主社会问题 给他做一些简单的交友访问 李远 谢谢你 接受我们评论节目的一个忙我们的对话 我们这次很高兴来到台湾 看到台湾一个民主竞争的现状 然后马上新的一届政府要上任 我在想请您讲一下新的一届政府 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未来四年 非常是这样的 政党轮替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常态的现象 表示说台湾的民主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 台湾人民可以利用选举的过程 然后做一个政党轮替的一个动作 所以台湾人民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 当然在这一次民进党重新执政 大家对民进党有很多的期待 而且这次比较特殊的是除了执政以外 我们国会是第一次播出 所以民众有很多的期待 当然相对的我们作为执政党 未来压力也更大 我们希望说包括我们新的那个成员 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国会的成员 都能够更努力的尽量来满足 尽量来达成民众的期待 这个是我们未来民进的目标 谢谢 那过去八年就是蛮旧政府以来 应该说离民众的期待是越来越远 所以它在立法院的选举也好 或者地方行政长包的选举也好 都属于是一个比较惨败的 民众很多期待 但是它大家很关键的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那在过去八年以来 就是说台湾的经济对大陆是依赖性很强 然后每年的那个贸易顺畅很大 那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台湾的经济说实话 表现跟之前的比也是有很大差距 就是民众很关心自己 一个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啊 对不对 然后生活保障啊 对不对 那在这一块的话 我不知道民进党政府 新一届政府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更多的改变 或者说或者说其他的动作 因为大家会担心 因为民进党的政策 可能会跟国民党有些不一样 特别跟大陆的两岸关系 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 大陆的这种支持会很能够大幅下滑 就现在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说路客来台旅游 关关系就有一些程度的下滑 我已经听到一些普通的民众 比如说做餐饮来做旅游来 真的已经在抱怨说 哎呀生意就又比较难做这样子 我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经济层面 就是台湾是一个大量靠这个外贸 来支撑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构 那这几年来其实最多最大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最大的问题出在一中市场 一中市场是因为国民党认为说 一个小市场加一个大市场就变成更大的市场 那从理论上来讲 从我们实际的经验来讲 我们认为这个都是错误的 错误的一个概念 小市场加到碰到大市场 一定是小市场被大市场吃掉 就我常常举例说 我如果在Costco旁边开了一家杂货店 我卖的东西都跟Costco一模一样 我这个杂货店迟早要打 所以台湾现在面对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分散市场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小英主席会提出来说 我们未来要新的南向政策 往更多的国家去分散去做 这个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 所以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第二个就是产业的永续发展 台湾经济其实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的30年 我们是以半导体 是以电脑为主要的产业 未来30年 如果现在问 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所以未来必须找到 所谓的领导性产业 那现在当然我们目前提出来是五项 那领导性产业是什么 靠着领导性产业的带动 第一方面让台湾的产业做一个转型 第二方面就是大家有一个目标 那我相信台湾人的能力 有这个条件去做好这件事情 所以未来如何分散市场 如何永续进入 这个是台湾经济面对的挑战 那当然这八年下来 这个马英九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那个现在证明是 这个是错误的政策 那这个也未来是 是要慢慢调整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你不太可能期待说 这一年内 或是半年内就马上见效 但是这个方向至少要找出来 这是有关经济的问题 那至于说跟中国的问题 我认为是这样 民进党现在也在调整脚步 我们不是过去比较传统的所谓 基本教育派说 我们绝对跟中国来往 我觉得彼此之间的来往 因为语言相通 文化习惯比较类似 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 那所以民进党的主张是 在现有的基础下 继续往下发展 但是现有的基础下 不表示台湾一定要依赖中国 也不表示台湾一定要听中国的 更不表示台湾就一定要遵从 所谓的一个中国颜值 我们觉得在现有的基础之下 台湾跟中国彼此的往来 包括文化上 包括经济上的 这个都应该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更重要的是 如何建立一个平等互惠的一个机制 平等互惠的一个态度 这才有办法让它继续永续发展 那现在台湾的问题 最大问题这几年下来 其实是在都绑在一个中国 那所以如何突破这样的限制 那特别中国自己也要去调整 就是说他过去对民进党的态度 或者现在在520之前 对即将接任的参加总统的态度 都是我想尽办法来压迫你 然后要减少陆方的观众课 用各种方式 外交上各方面的打压 然后希望参与能够接受 所谓的九二公式 一个中国 那我们要明白的告诉中国 这个是行不通的 民进党不可能在这方面让步 因为民意已经非常清楚的 表示说我们不会支持 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也不会支持所谓的九二公式 所以反而是双方如何建立在现有的基础下 让大家好好来谈 让大家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 双方来发展 这个是重要的 我想民党已经拿出这个诚意 我们也希望看到中方的这边的改变 谢谢 那就520比如说 蔡英文总统的一个就职演说来说 中方可能通过各种方式 他希望能表述的 比如说一个中国 或者九二共识 就是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在 520当天会听到这样的话 我想应该不会看到这个 我个人有参与2000年 陈对比农统上任的这个就职演说 那我负责的乞讨 那但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 包括来自中方的压力 又来自美邦的压力 那后来也只谈到所谓的三不一没有 那我认为说现在时空环境的转变 蔡英文在这个关键点上 他是不可能去承认九二共识或一个中国的 更重要的是台湾人民到底要什么 台湾人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透过选票 透过各种民调都表达非常清楚 就是维持现状下继续发展 那其实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希望你愿意维持这样的关系 那如何继续发展 就是两方都应该要来努力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会认知到这一点 台湾的环境毕竟跟中国不一样 不是能够政府来决定什么就什么 那台湾人民已经讲得这么清楚 我想蔡英文会依着台湾人民的意愿来走 这个非常重要 在民主社会民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台湾我们认为也是一直在华人世界来说 是一个民主的一个灯塔 就是说台湾的一些民主社会的一个发展 这种表现可能会牵动着 包括海外华人 包括13亿中国大陆的 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关注 或者是这样子 那这在台湾化运动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说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台湾运动 因为去年反冒冒这样一个一个诉求 然后甚至把立法院都占领了 对不对 这样一个在各界看来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也是在全球民主社会里面 是很少有的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有不同意见 我们去抗议也会表达诉求 这是非常得理的 但是已经是像冲击立法院 立法机关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是比较少见 就是说这种事情是不是已经突破一个限度 或者说未来对台湾政治版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冲击 下一步比如说台湾的共鸣社会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想这个问题每次提到我都会有特别的感受 我1990年是所谓的野百合的学生运动代表 所以我们感觉特别深刻 从1990年到2013年的这个太阳化运动 从野百合到太阳化 其实都呈现一个状态就是政府长期的默示民间的声音 那长期的累积下来民间说什么他都听不到 那自然会有更大的反弹 所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 如何建立让民众表达生意的机会 我想这个是未来必须要做到一些必须要积极去做 那民进党其实是一个来自朝根的一个政党 所以对这一方面我们其实非常有经验 非常有经验 那我们也非常了解说如何接纳各种更不同的 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更加努力 包括我们现在今天正在审查是集会有限管 那我们是从传统的这个所谓的报准制 我们要改成报备制 就是你只要有提你的时间和地点 那必须帮你找到地方保护你的安全 所以这观念上是一个转变 我想民进党因为来自基层而是朝根 他更了解民进党的声音是必须让民进党的声音 可以适当的营充到一个政策 过去八年马英九做的最失败的其实是这一点 他就是一个人在那里 然后自己想自己做 完全没有听到民进党的声音 然后我想民进党的感受非常深刻 我们也会朝这一方面的更努力 这个非常好就是民意的省事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主要民主国家就是这样 民意的移轨是怎样的 我们也期待台湾在未来四年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另外就是说在对岸来说 中国大陆有一个现实 你们对中国大陆的一个 有未来的有什么期许 当然了 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政府层面 一个是民间层面 两个部分 就中国来讲 它的政权的本质并来不变 那特别在政权的本质 他现在习近平其实在国内 开始遭受到鹰派跟鸽派的这个权力动症 或struggle里面 他会不会采取过去领导者的惯用手法 当国内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往国外发展 对 过去都有这样的例子 但国内有问题他就打越南 如果国内有问题他就 更大的压力压在台湾身上 那这个要考验习近平的社会 那现在的时空环境 我认为说用过去领导人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值得考验 值得考验 那至于在民间的部分 我们更期待的是 其实中国的各方的人士 跟台湾有更多的交流 特别现在接触到台湾的各种讯息 特别有关民主讯息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也都知道 像我们这样所谓的政论节目 中国也都看得到 但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转移 让中国也体会到 民主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那也许这样双方的距离会差距越来越小 然后更容易在彼此认知 是彼此有差异性的状况之下 继续往上发展 谢谢你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多加热 OK 好 谢谢 谢谢